請您再說一次 得獎感言福爾歌王這一段 我差一點走不上來 再走過來 你剛剛不是說 期待我再回來 你會回來的 我差一點回不來 你回來了 開不開心 開心 跟大家分享一下喜悅吧 真的很興奮 雖然說平常心 但是剛剛的 宣布我的名字的時候 在上台的時候 心情很 非比平常 很開心 很開心 能夠從醫生的手中 再拿到這個肯定 然後我真的 我覺得這一張專輯 所有的辛苦 在這一刻 就是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然後 很謝謝我的 一起跟我打拼的 所有的同事們 我覺得 很開心 有他們的陪伴 跟一起的努力 共同的努力 恭喜你這張專輯 挑戰了一些人 人家不敢做的錄音方式 選擇的音場 而不是音色 這件事情 kind of crazy but you did it good job 謝謝 讓Banz問一下 旁邊的媒體朋友 或你想問JJ的 請舉手 請說 請說 這次在得獎 感覺你的心情 好像比較平靜一點 而且好像這一次有跟團隊有說要犒賞他們 一定要的啊 我覺得大家辛苦這些日子 然後每個人都值得一起慶祝 因為這個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那是我們一起共同 是我們一起共同努力的 的一個肯定 然後我覺得 無論有沒有得獎 都應該要好好的 犒賞大家 那今天有得獎 所以更應該 一起好好慶祝一下 那 怎麼慶祝 慶功宴再探討好了 下一題 好 麥克風低個 等一下 OK 我想問 這一次這個專輯是一個突破 接下來好像JJ也有一個新的突破 然後 有一個問題是說 從小都被說愛打電動 現在領了兩個歌王的獎 有什麼話想對 當初看不起你的人說 好 看中間的相機 我覺得 在人生中 都會有一些 可能自己不被看好的地方的點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可以把這些不被看好的能量 轉化成 自己能夠繼續努力 變得更好的能量 做任何事情 即使打電動 也可以 打到 拿進去講 因為可以 對我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 能夠去面對 不管是人生中的好與不好 那這張專輯其實教了我很多 因為我花了一些時間和自己對話 也希望 能夠 繼續的 不斷的把這樣的一個精神 記在心裡 對啊 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下一題想請 新作品沒有回答 新作品 你的新計畫是什麼 最近出了一首新單曲 也是比較大的突破 就是 比較屬於搖滾電影的舞曲 那這首歌曲 也可能跟以往的 抒情歌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也希望說 這樣的一個新的聲音 能夠讓我在音樂的領域當中 繼續的自我挑戰 那我覺得做音樂 不管是為自己做 或者是為其他的歌手做 都必須要有一種 超越極限的那種精神 超越無限的那種 讓華語音樂 再次的讓華語音樂更加的衝刺 然後 讓 這個世界能夠聽到華語音樂 更明確的 對啊 還有下一題 請問 我想幫粉絲問 你有計畫在台灣或內地開演唱會嗎 近期 演唱會 可能今年 今年的計畫 不會有 這個巡迴演唱會 應該會要 最快也是明年度的 因為下半年 也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了 對啊 謝謝你的問題 謝謝 我們待會 把你交給文字媒體朋友們 然後我們等彭佳 過來跟你合照 好不好 姐姐右手邊 麥克風電視場 金曲你留著 謝謝 恭喜我們聽聽現場的聲音